Hello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空瓶剂的红榜清单 这里呢有包括了护肤品 一点点的化妆品 面膜 身体乳 护发 洗发的 还有一些日化用品 东西还是有点多的 我会分成上下两极 这一次呢我的语速也会稍微快一点 我只讲重点不讲那些废话了 如果你对我的空瓶剂红榜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视频啦 我先从化妆品开始 因为化妆品就只有两样东西 第一个是Stella的这一个棕色的眼线笔 Stella的眼线笔呢 并没有Cavon D的那一个那么的出名 但是它也是很好用的 这个眼线笔其实不输Cavon D的 看一下它这个刷头也是很尖的 而且这一个我已经用了挺久了 我这样子不知道 还能刷出一点点 但是你看到已经有一点点断断续续了 就没有办法画出那些很细很细的眼线 它的说明呢就到这里了 这个眼线笔和Cavon D的是一样的 基本上干了之后它也不会化开来 夏天不管是出游还是你到水里去玩 它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能没有Cavon D的那么的防水 和其他的相比的话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首选之一 下一个呢是Elf的这一个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已经被我用的很恶心了 大家这样子看吧 因为它这个盖子已经是挺脏的了 那颜色呢是从浅到深 我已经把它们全部用完了 浅色的遮瑕呢我会用在上完粉底之后 稍微再遮盖一下黑眼圈啊 或者有一些些雀斑痘印的话稍微遮一下 深色的呢我会用在粉底之前的那一步 可以在眼下给它大面积的打一个底 上完粉底呢你的黑眼圈不至于那么的明显 这边的四个颜色其实都挺好用的 对于我们黄皮来说呢也都是非常的适合 不会说过白或者过黑 Elf的价格呢也是特别经济实惠的 很适合学生党 或者你刚入彩妆的坑不太会选择遮瑕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这个 它的质地是比较慕斯状的 彩妆品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接下来说护肤品 护肤品呢这里有包括了我自己的护肤品 也有我男朋友的护肤品 把它们都放在一起了 觉得没有必要再把它们分开来来说 有一些呢是之前已经推荐过的 有一些呢是新品 先从Orangus的这一套Ginzin来说吧 这个小样是这个的旅行妆 然后再加上他们家的一个精华 这一套是我男朋友特别喜欢的 吸收质地又很快 而且它是有橘子的香味 对于男生来说的话 它这个精华和这个面霜 保湿力都是很足够的 不会过分的油也不会过分的干 至少有给你的皮肤覆盖一层屏障 精华它主打的是有美白的效果 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效果吧 它的肤色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没有说亮到半个度或者一个度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精华的话 就当成一个保湿精华来用 这个面霜的话还是一如即容的 好吸收好用 如果大家有想给另一半 找一个护肤套装的话 我觉得可以首选一下 他们Orangus的这一套 它的使用感还是很不错的 下一个呢是Orangus的这一个洗面奶 也是我男朋友超爱 经常会买Orangus的产品 给我男朋友来用 它对于这个品牌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都还是挺喜欢的 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踩到雷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喜欢那种泡沫很大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试一下这一款 它的起泡速度又很快 又有很丰富的泡沫 而且洗完了之后 你的脸会特别的干净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油皮或者混油皮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来用一下这个 会把你的脸洗得特别干净 不会上面还覆盖着一层油 下一个呢是King Chu的这一个氨基酸洗面奶 它们的这个包装是这种比较性冷淡风很极简的 反面呢都是中文 这里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King Chu的这一个品牌 在国外的话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品牌 像我的话我也是 它们的产品特色呢就是采用天然的原料 通过一个植物萃取提炼 不会让产品去损伤你的皮肤 不会让你的皮肤有一个过度清洁的一个现象 既保护了你的皮肤又起到了一个清洁的效果 像这一款洗面奶呢 它里面就有包括了燕麦蒲聚糖 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从燕麦提取优化朗格汉丝细胞 如果大家不是学化学的话 我觉得应该都听不懂 那我换成简单的话来说呢 就是可以帮助你减轻泛红刺痛 舒缓肌肤的一个效果 还有两样我比较看重的成分呢 就是银耳多糖 可以帮助你抗氧化抗衰老 增加皮肤弹性 减少皮肤纹理 最后一个呢就是破壁 技术酵母 萃取物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恢复弹性 提升你的皮肤透明度和一支黑色素沉淀 这几个听下来呢 就感觉这个洗面奶真的好神啊 自己用下来的一个感受呢 就是它真的很温和 它温和到你洗完了之后 皮肤不至于那么的拔干 它和前面的这一个Origans 就完全相反 Origans会把你的皮肤洗得真的好拔干的那种 特别的清洁 很适合男生 氨基酸洗面奶呢我觉得就会比较适合过敏或者是大干皮 我觉得油皮的话你会有一种错觉就是皮肤洗不干净 泡沫很丰富 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洗面奶流动性有点过强了 我男泡很粗暴就直接这样打开来然后挤你会发现挤完手之后它这个上面还有留下来它的产品 这一点就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在洗的过程中还是比较享受的它这个味道也是比较治愈的会觉得有点像在SPA 管里面那种精油啊芳香的那种味道我有试过这个产品进到眼睛里它完全不会有刺痛感毕竟没有含太多的化学成分不会刺激你的皮肤 我觉得如果你是刚做完医美的话也可以推荐一下大家用这个毕竟它是一个氨基酸的成分特别温和的一个洗面奶 这一次呢Kimchoo也给了我一个专属的折扣码用这个折扣码呢你可以得到一个75折 我也问过他们家的小姐姐就是他们家现在北美网站呢是只寄美国和加拿大的 如果你在欧美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国内转运过来 在国内的话大家就更方便了可以直接在淘宝或者他们的天猫期间店下订单 下一个洗面奶呢是Fresh的这个大豆洗面奶 其实我在五六年前我第一次有尝试过 但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它的味道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黄豆啊豆浆的味道 用过一次我就很抵触这个产品 但是现在我在用下来我根本就闻不到他们家的那股味道 是不是把配方给换了还是把那个味道给去掉了 现在用下来的使用感受就会比当初好很多 大豆洗面奶应该不用多说了 大家应该都已经接触过这个产品 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就简单稍微说一下 它的清洁力度其实还挺强的 洗完之后你的脸也会特别的干净 很适合油皮或者混油皮 如果你是伤务干皮或者敏感皮也可以来用 它是大豆提取的所以成分都是特别的安全 如果是孕妇或者闻不了那么重味道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跳过Fresh的这个产品 还是比较推荐给像18到25岁之间的 25岁以上的话我觉得会有更好选择的洗面奶 毕竟25岁就要开始抗初老了 18到25岁呢还是比较一个年轻气盛的一个状态 油脂分泌也会过多 所以用这个清洁的话呢会清的特别干净 下一个呢是这个倩碧的洗面奶 这个洗面奶呢是我用完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洗出来是这种粉色慕丝状 洗上脸之后也是泡沫起的特别的多 洗完之后你的脸也是特别的干净 也是比较适合油皮和混油皮 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也不会特别的刺激 最后一个洗面奶产品呢就是它了 我很推荐 它洗上脸之后会有一个清凉薄荷的一个感觉 可以帮助你水油平衡 控制你脸上的油分 我也是比较推荐给18到25岁的 如果你是25岁以上的油脂分泌还是过多的话 那大家也可以用一下这个产品 自己用下来的话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我对于这种可以在脸上嘴唇上有这种薄荷清凉感的产品 都是无法抵抗的 味道也是这种薄荷 会上脸的话不会有刺痛感 折肝皮的话就不要用这个 如果你的皮肤特别的敏感 用一点点刺激东西都会泛红的话 我觉得跳过这个产品 OK 下一样产品呢 就是理肤全的这一个去痘痘的 我已经用完了第二还是第三罐了 在之前的空瓶剂呢也是有推荐过这个产品 它不是现在最主推的那个B5 但这个产品必须是我一定要每次放在家里面有一个安心的 有的时候你会长姨妈痘啊 或者压力太大心情比较极糟的话 会长一两颗痘痘在脸上 那这个时候呢 从痘痘开始泛红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它就直接涂在那个痘痘上 千万不要多涂 面积呢也稍微小一点 把里面的油分给吸走 让你这一块皮肤干瘪之后 变成死皮然后直接可以脱落 刺激性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的话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入这个 但如果你是一个油痘肌 油脂分泌挺旺盛的话 我很强烈推荐大家去用一下 可以控制你的痘痘 减少你皮肤的恢复期 这个不仅是我自己用 我也会给我男朋友用 在我刚认识它的时候 它是一个痘肌 花了一年时间 也包括了这个产品 每天给它去弄这个痘痘 现在它脸上就只会有一两颗痘痘在发 其他痘痘就已经成功的全被抑制掉了 这个产品眼涂在你的痘痘上呢 让你犯痒然后你可能会去挠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去控制你自己 千万不要去挠 不要把这个产品给弄掉 很多时候我会忘记 所以我就会去挠 挠完之后一下子想起来 哎呀那里涂了这个产品 用的话呢 基本上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用 就算睡前它有一点点的痒 我也要忍住就不要去动 如果你的痘痘是会痛的话呢 第二天你就会感觉你的痘痘已经不会痛了 如果已经有白色的点点的话呢 你会发现已经消下去很多了 欠递的这一个睡眠面膜 睡眠面膜其实我之前用的很少 用过其他睡眠面膜 然后制痘 对于睡眠面膜来说的话 就有点望而却步的感觉 用了这个之后呢 我的脸不会有任何的发痘 闷痘的情况 我用它之前呢 就是按照正常的那种护肤步骤来走 懒的话呢 我就什么都不涂 直接上它了 不懒的话呢 我就所有的过程都走一遍 然后涂它 不管是哪种情况 它都不会制痘 上脸之后会让你感觉 你的脸在发油光 不要去管了 反正是一个睡眠膜膜 你也不可能出门前涂它 在经过一晚上之后呢 你会感觉你的脸还是很嫩的 就算你没有上之前的任何步骤 只用它的话 你的脸到第二天 也是会感觉很水嫩 至少不会让你感觉脸是拔干拔干的 接下来这一个面霜呢 是人的维他命C 它这个味道感觉像是 小时候的一个糖的味道 就不是那种特别塑胶的那种糖 有那么一点点带着橘子味 但是橘子味真的不是很浓 没有觉得它有让我的皮肤变白 但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保湿效果 在冬天晚上用还是比较好的 夏天的话 它的质地可能会有点厚重了 接下来是这一个精华 精华它挤出来是那种橘色 在夹杂着那一个水晶 Crystal的一个质地 在灯光下照你会看到有那种 星星点点很银河系的那种感觉 上脸之后吸收的很快 但是可能里面是含有硅的 它有一个假滑的现象 就我不是很喜欢 但它那个有带Crystal的那个质地 可以让你的脸白一个掉 而且你的脸会看上去特别的有光子 我用它的话呢都是晚上睡前在用 我不会白天来用 如果你对于韩规这种比较假滑的 不是很喜欢的话 就跟我一样 以后不要再入了 夏两个眼霜呢 也都是这种含有Crystal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一起 上眼睛之后呢 你会感觉你的眼下有稍微提亮 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它除了这一个以外 它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效果了 吸收的都挺快的 起到了一个保湿滋润的效果 其他的我觉得就没有了 如果是18到25岁之间 并没有那么多小细纹 只是想达到一个保湿效果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眼霜会是你的选择 之后呢 是这个Oringus的这一个晚霜 我觉得它的质地有点过厚了 感觉是那种中草药的草粉植物萃取 特别的滋润 很适合秋冬的晚上 但现在春夏的话 我觉得就不是很适合 如果你是沙漠大干体的话 也可以试一下 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可以修复你的皮肤 是这种比较敏感一点的皮肤的话 也可以用下它 成分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 不会让你有过敏发炎的症状 然后就是Julico的这一个玫瑰喷雾 这个喷雾我之前用完一个大瓶 现在呢 这个小瓶也用完了 所以他们家这个喷雾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个玫瑰味还是特别的香 它那个味道不会特别的假 我自己的话是特别喜欢 但他们家之前我用过的那一个洗面奶的话 我真的就不敢恭维了 那他们家喷雾还是主打产品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入 喷完之后你的脸不会特别拔干 不会有那种倒吸的感觉 所以这一款的话 还是有起到一个保湿的效果 这个蓝芝的这一部 应该是lotion吧 我也不太确定 我男朋友是把它当一个lotion来用的 也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 在上一个空瓶剂呢 它有用完蓝芝的一个大的lotion 它是比较喜欢的 又给它买了一个套组 其他产品都还在用 所以今天就先来说一下这一个吧 它用完之后呢 也是比较好吸收的 比较适合夏天 不太适合秋冬 质地还是有一点点的薄 挤出来是那种淡青色 有东西也不是特别的强 就夏天来给你的皮肤 做一个保湿的效果 秋冬的话就真的有点不太够了 这个Ordinary的VC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但这一款产品我并没有全部用完 我已经用它用了至少有两年了 都还没有用完它 每次用它的量真的就是很少很少 就那么一点点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用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涂在脸上 哇那个脸油乎油乎的 这个里面又带着一点点细小的磨砂颗粒 感觉这个脸好难受啊 后来我就学会了把它添加到面霜里面 就那么一点点的量 你就可以涂满整个脸 里面既含了23%的VC 又富含了2%的HA 要推荐给学生党吧 想要美白的话呢 把它就挤一点点 一小颗到你的面霜里面霜成分 又不能特别的复杂 用那种比较简单的 那种保湿的面霜就可以了 加在里面可以每天涂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皮肤会有起到一个美白的效果 这个Tatcha的水磁场面霜呢 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 等我把我的面霜都用完呢 我应该会去买一个阵状 Tatcha的这个品牌 我自从这一个小样之后 我就很喜欢 小样也是做得很用心 和它的阵状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也是挺沉甸甸的 不会说那种全塑料的 一点质感都没有 用它其实是一个契机 那个时候我用另外一个产品 然后皮肤有过敏 那个过敏就是挺严重的 我就把脸整个全部洗干净了之后 我只涂它 其他什么产品都没有涂 本来就是一个water cream 那成分就是保湿 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物 用完它之后 我就会感觉我的脸有被镇定 不会有更多的泛红 或者发烫的现象 那几天的话我只用它 然后我的过敏现象就消下去了 不管你是油皮干皮 还是混油皮 过敏皮豆皮 都是可以用的 它很适合夏天 冬天的话它质地有点太薄了 就不太适合 价格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高 学生档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话呢 在现在春夏就很适合 去用这一款water cream 天币的这个雷射精华呢 是我给我男朋友用完的 这款它没有起到一个淡斑的效果 去痘印的效果就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吧 但是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但我觉得它有抑制痘痘的一个生长 可以去帮你控痘 如果你或者你的另一半 现在发痘痘还比较严重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试一下 不要去指望它去你的成年痘印 或者给你淡斑 但它可以抑制你现在发出来的痘痘 或者你即将要发出来的痘痘 这一款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的 下一个这个切尔式的面霜 这一款面霜便宜又大碗好用 之前的话呢 我都是给我男朋友买这一个 Orangust的面霜 但我给他买完这一个 他用完了之后呢 会发现这个比那个更好用 它的吸收会更快 保湿力也是特别的强 而且它的价格还比Orangust的更便宜 我就觉得那既然你觉得这个好用的话呢 以后就只给他买这个 没有太大的味道 不会有过量的香精味在 可以给你做到一个水油平衡 帮你保湿的一个效果 觉得夏天比较适合 里面也是一个淡清褶的质地 不会说特别的厚重 如果你或者你的另一半 再找一个比较清爽的面霜的话 我很推荐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一款切尔式 之后呢 是这一个洗面奶 这个起泡泡的洗面奶 如果我在这边药妆店看到新品 就赶快买一个试一下 我男朋友特别的喜欢 为什么 它就是这种起泡型的 那它不需要在手里搓出泡泡 再放上脸 所以这款的话 对于男生或者对于懒人 你很喜欢泡泡的话 那就去入 这一款洗完之后也是特别的干净 它上面主打的就是 帮助你水油平衡 还能帮助你卸妆 反正我是不敢用它来卸妆的 就它那一个清洁力的话 光清洁你脸上的油分就已经足够了 卸妆能力是完全不够的 然后是这个欧提利的绿管精华 是我男朋友用完的 他也是特别特别喜欢 用完它之后呢 我男朋友脸上的痘痘也会 慢慢慢慢慢慢开始减少 不仅仅帮助你的皮肤去调理 也帮助你正在发着痘痘 一个消炎镇定的效果 我男朋友经过我这一些产品用完之后呢 他的脸现在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级别 这一些他用下来的产品呢 是有一定的效果 如果你的另一半也会有发一定的痘痘 或者它是一个大油皮的话 这一些产品都很适合他们 如果你还在寻找的话呢 看我这个视频就对了 赶快下面点在我的频道一键三连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只要你是在发痘痘 或者你的水油不是很平衡的话呢 都很推荐啦 最后两样护肤品了 先来说一下这个切尔式的toner吧 也是我给我男朋友买的一个试验品吧 它用下来之后感觉还是挺喜欢的 吸收呢也是比较快 也没有什么太奇奇怪怪的味道 整个用下来舒适感还是挺好的 在上后续的护肤品之前呢先打一个底 做到一个保湿的效果 切尔式的产品有很多都很适合男生 其实切尔式的这些产品它不分男女 大家不需要去专买他们男生的那一个系列 这一系列都很适合大家 如果你还在找一个toner 你再找一个面霜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去试一下这两样产品 最后一个护肤品呢 就是OTL的这一个喷雾了 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每一次喷出来都让我感觉很享受 在它还是比较满的时候 我把它平时放呢 我是这个样子倒过来放的 它里面是有黄色那种小精油的 你每次用之前呢需要摇 每次都是这样子正着放的话呢 那些小猪猪如果你没有摇均匀 它是不会到底部的 所以我宁愿把它刚开始的时候倒着放 每次喷出来你都能喷到那些精油 到了后面我用到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它正过来放 如果你在倒着放的话 你每一次正过来 那些精华有可能会就粘在这个里面 它就下不去 所以后面呢就正着放 这样子也能喷出它的精油 上脸之后呢 是有一个镇定舒缓的效果 精油是含有薄痕 不管你是在一个天天开空调房里 还是天天开暖气房里 还是你在外面特别热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把它拿出来喷两下 在你的皮肤上起到一个保湿效果 喷完它之后 你不会有任何倒拔干的现象 所以这款超级推荐 终于把所有的呼吸品都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面膜的部分 面膜呢 我是用完了这么多的这一个纸质面膜 再加上一个欧莱雅 这个水泥面膜 那这里的话呢 我先来说一下纸质面膜吧 都是这种韩国的面膜 包括了GM Solution 也包括了这款保湿面膜 还有这一个婚纱面膜 这些都是我在网上买的 它们的主要功效其实 像那些抗老啊 除皱啊 它的蛋斑啊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重点 我对于它们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湿力要足够 这些面膜都给了我足够的保湿力 这里我给大家稍微过一遍看一下 我用的都是什么面膜 GM Solution的珍珠面膜 它是有三步 第一步是你在敷面膜之前要在脸上涂的一个底 然后再把面膜敷上脸 敷完脸之后把面膜接掉 最后一步它是eye cream 但其实它后面有说了它不仅是一个eye cream 它也可以当face cream 而且量特别足 既可以涂满整个脸还能带到脖子 GM Solution的这一个抗衰老面膜 这个我虽然只用了一片 但是它的保湿力还是足够的 抗衰老的话 我觉得像这种不是很贵家的面膜 应该做不到那种肉眼可见明显的抗衰老功效 所以就只当它是一个保湿面膜来敷 GM Solution的这一个燕窝面膜 这个精华液没有其他的多 但是保湿力也是很好的 GM Solution的风胶面膜 这个面膜只是有点发黄的那一种 和其他的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它这个精华液很多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Wangjin的 中文叫什么我也不太确定 它就是一个保湿面膜 很好用 精华液没有GM Solution的多 但是都覆盖在了这个面膜上 这款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忘记它的牌子叫什么了 也是一个超补水的一个面膜 GM Solution呢就跟刚刚那一款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补水保湿面膜 就主打着一个功效 所以我挺喜欢的 婚纱面膜它跟其他的面膜相比呢 敷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 它是15到20分钟 基本上这些面膜除了有10分钟的以外 其他的面膜10到20分钟的话 我都只敷15分钟 不会敷太久 敷太久的话营养就会倒吸了 那基本上纸质面膜的话 我建议大家15分钟就足够了 用完这些补水保湿面膜之后呢 其实我感觉都挺好用的 不要去奢求它们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功效 单单的补水保湿就完全足够 我不确定国内有没有GM Solution这个品牌 之前的话我是完全没有听过的 它们就价格特别便宜 一盒10片才11 12刀这样很实惠 如果你是学生党的话呢 我就超级推荐我今天说的这些所有面膜 基本上它们的价格都不会超过15刀一盒 都是一天服一张 没有让我有任何制度的现象 也不会让我有营养过剩的现象 所以特别的推荐 这个涂抹式的面膜 L'Oreal呢就是一个很本本分分的一个清洁面膜 里面就是这种水泥灰 它的味道很香很重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但那个时候我就想找一个深层清洁的 其他牌子都用过了 但这一款的话就没有用过 所以买回来试一下 深层清洁的话其实还好 用完它之后你洗掉 脸不至于倒拔干 但我会感觉它的深层清洁力度不太够 如果你是学生党我比较推荐 如果你已经25岁以上了的话 我觉得还是用其他的深层清洁 会把你的脸给清洁干净 这一款的话就不太足够了 这里润唇膏呢我用完了三款 第一个呢是这一个欧书丹的茹木果膏 用真的是用的好费力啊 它量特别的大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太知道 这一个到底应该怎么用 能不能用在嘴唇上 所以稍微往上搜了一下看 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润唇膏来用 我就没有把它涂上身了 当成润唇膏来用的话 它的质地其实挺厚的 我很喜欢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是这种要涂抹式的 我觉得我的手指如果不干净的话 或者我在办公室上班 然后需要涂一个润唇膏就不是很干净 我先要去洗个手 或者我先得消个毒 这一点我不是很喜欢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膏体比较硬 在里面要搓好几圈 才能把那个膏体给搓出来 我觉得也不是很卫生 但是它的保湿力真的很足够 Fresh的这个sugar原味 里面已经被我挖得干干净净了 一点不深 我不仅喜欢它这个味道 也喜欢它这个质地 保湿力很足够 味道特别香 涂在嘴唇上就很享受 跟我之前黑榜里的Fresh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大家要买Fresh的润唇膏的话 就只认准了这一个白管就行了 其他的味道真的不要去尝试 挺雷的 然后就是这一款润唇膏 在药妆店随便都能买得到 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发现 我用的时候才发现它有SPF15 但我每次用它 我都是在睡觉前去用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SPF对我有什么意义 它的保湿力超级的强 我很喜欢这个品牌所有的润唇膏 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味道是哈密瓜味 我不是很能接受哈密瓜味的东西 上嘴之后呢 它也是有一个薄荷的清凉感 如果不是这个味道给它扣分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我100%最喜欢的润唇膏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说完了这么多产品 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重藏哪一样 如果有的话 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话 也欢迎下面一键三连打开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